台北市豪宅伶俐 豪華氣派的外觀 房價讓人想都不敢想 政府近年狂打房 最新平均房價出爐 淡黃區的大安區 平均一坪98.9萬 適合居住的內湖區 一坪63萬 中正區每坪86.8萬 連萬華都要56萬 原本以為最便宜的大同區 五年前平均一坪才54.3萬 但是因為嫡化和民權商圈 都根腳步快 現在已經飆到了71.3萬 近幾年台北市的房價波動 並不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 台北市的房屋供給量並不多 也因此造成它的 跌價幅度也較小 台北住不起很多人 跨橋往新北找 板橋一坪51.5萬 新莊區則是46.1萬 中永和一坪仍然有49.2萬 三重 蘆洲也在蛻變當中 每坪更是突破52.6萬 板橋 三重 還有雙和一帶 因為發展得比較早 中古屋的行情 至少都要在五字頭左右 如果要買一間30坪的房子 以台北市平均房價 一坪72.5萬來說 平均總價落在2175萬 自備款30%就要653萬 就算來到新北市平均一坪42.1萬 30坪總價也要1263萬 自備款30% 投機款也要378萬才夠 林口現在有季節通車的效應 還有非常多的產業進駐 給予想要移居的這些上班族 小資族比較多的選擇 林口現在平均每坪33.9萬 相對便宜 專家建議想買房的民眾 可以等到下半年 溢價的空間會更大 房價的跌幅也會明顯增加 不急著買房的民眾 或許可以再觀望看看 記者黃天鵝王一仲 台北報導